有很多人说呢 在北美小学 学校什么有教光是玩 正好我的孩子呢 在加拿大生六年级 小学的倒数第二年 他们上周呢 刚刚布置了一个功课 功课的题目就叫做莎士比亚 那么我带你去看一下 他这个功课是怎么做完的 是什么样子 你们自己来分析一下 北美的学校到底教了些什么 是不是光是玩 作为一个理科生呢 我好像没有太多莎士比亚的知识 因为在中学语文里 我没有印象有关任何莎士比亚的课本课文 然后到了大学也没有接触过 所以我对莎士比亚的知识仅限于 知道这个名字和他的四大喜剧四大悲剧 所以这一次小朋友的作业 我是一点也帮不上忙 这次老师布置的功课 主要是让小朋友们了解一下莎士比亚 最后要教的是一个小册子 一共有十二页 我们从封面开始说 这就是封面的图画 老师给的是黑白的 然后让学生们上色 甚至可以随意发挥 我看到有个小朋友给他设计了一个很奇怪的发型 还有的小朋友把它画得很丑很丑 不过没有关系 好像在这方面学校并没有限制 第二张还是一个图画 也还是让学生上色 但是它的重点是莎士比亚经常用一只额毛笔写作 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就在图形的最上方 像一个大虫子一样 对视第三张 它也是上色 虽然颜色是幼儿园都会的东西 但是我想学生通过这个上色 他可以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剧院的那种空间层次和空间结构 后面还有一些延伸的阅读 就是讲这个大剧院的globe 讲它的一些历史 还有它的重建 所以我的孩子说 以后他们如果有机会去伦敦的话 他们非常想去看看这个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大剧院 后面还有九页 我就不一一说了 只挑两张 这一页是很重要的一些戏剧名词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一个column 它是术语 右边呢是解释 所以学生只需要把左边和右边一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出现在屏幕上的一页 我认为是难度相当大的 他挑了六个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名言名句 然后让学生去理解它 不光是理解 还要用它来造一句话 用在你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中 小朋友做的时候呢 他不光要把这个名言名句去理解 知道它出自哪个戏剧 最好把它那个戏剧的大概故事意思弄明白 然后还要把它造出一个句子来 用在现实 跟它现实生活相连接的 我记得我的孩子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 才完成了这一页六个造句 挺费劲的 这是其他的几页 好那你说这些东西总算做完了 做成一个小册子交给老师 老师怎么判呢 我告诉你吧 老师不判 老师让同学自己互相判 当然他会给出正确答案了 然后就像同桌一样 你判我的我判你的 然后最后把分数交给老师就好了 你可能要说 这个老师也忒懒了吧 这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因为老师是在准备排列 他们要演出一个 莎士比亚的戏剧 是四大喜剧之一 叫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中文翻成中夏夜之梦 这是他们班级的一个活动 他们班上一共有25个小朋友 其中15个被分配了 有台词的角色 剩下10个是充当 Narrowator 叫叙事者 这样每个小朋友都会有参与 演出的服装呢 是老师自己亲手制作的 这些天呢 这些孩子们就是天天排练 非常兴奋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 他们班上有两个 刚从中国移民来的男孩子 这次都被派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老师绝对不会因为 他们英文不好 而不给他们派重要角色 相反的是 通过这个机会 让他们去参与 让他们真正融入到 这个班级中来 通过这次大作业呢 我感觉到我的孩子 对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 一下子就接受了 他们经常跟我讲 他的戏剧中 是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一切东西 都是很自然而然的 并没有什么 强制灌输的东西 更谈不上考试 老师在课堂上 其实也并不讲太多 他只是把作业发给大家 然后你自己去做好了 有什么不懂的 去Google 实在不懂才 也可以来问老师 但是多半都是 Google上可以找到的 所以说老师给的作业 只不过是一个线头 学生呢 就是跟随着这个线头 继续往下深挖 如果你是个 很用功的学生 你可以挖到很多很多东西 无知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叫搜索无知 一种叫考试无知 考试无知就是 我们在考场上 经常碰到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搜索无知更可怕 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 给你一个搜索框 都不知道要搜索什么 就是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什么 逻辑思维里 曾经提到过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知识的盲点和盲围 盲点 其实是比较好解决的 就像一个知识点 你现在不知道 你很快用Google 可以去找到 但是盲围 它是指 你在一个纬度上 对知识的欠缺 这个就比较难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讨论 西方教育和中国教育 到底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西方的教育 它比较尽力地 去给你扫出 知识的盲围 至于说知识的盲点 它不是特别在意 因为它觉得 它已经把这个 知识的线头给你了 那么如果你愿意 继续下去 那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你不愿意 也没有人会逼你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